股庙致富可以不凭运气 只要用对方法跟对人 机会只给准备好的人 您准备好了吗 就让股市战将 带领我们积极稳健的累积财富 欢迎收听股市战将 华信投顾林和彦总顾问主角 101年金管投顾新字第026号 欢迎收听news9898新闻台 持续锁定的是我们的股市战将 我是桂花 赶快来邀请主讲分析师 华信投顾的林和彦总顾问 何彦老师您好 桂花午安 大舅好我是林和彦 台北股市开高 在创了历史新高之后震荡下跌 最终是上涨了29点 指数来到了20228 成交量是4959亿 请教一下何彦老师 怎么观察一下今天的大盘 好的 昨天美国还是继续涨 美国联准会利率会议开完之后 宣布维持基本利率不变 同时也预告今年会有三次的降息 所以美国股市礼拜三大涨 昨天礼拜四又继续涨 道琼涨269点 纳达克涨0.2% 非常棒的提涨了2.3% 结果台北股市等不到美国降息 我们反而先升息 对 为什么 昨天下午央行 理监视会议开完之后 宣布调升利率半码 升息好不好 不好 升息当然是不好 因为一升息完之后 大家的负担就增加了 不管是你房屋的贷款 或者是企业的贷款 根本都增加了 为什么会升息 这可以理解 因为台湾接下来要涨什么 电价 要涨电价 电价一涨 万物其扬 尤其有些厂商比较恶劣的 他知道要涨电价 所以他就有恃无恐 就提前先涨物价了 为了要平抑物价 所以央行不得已 一定要升息 所以今天台北股市从开高97点 一开盘最高点 紧接着一路下沙 跌到11点半 反而变成跌114点 尾盘是还好 台积电 红海拉上来 把指数给重新拉回到平盘 今天很多股票 开盘之后就开始一路沙盘了 尤其什么 尤其是00940的 ETF的成分股 全面大跌 今天ETF的成分股 全面大跌 上个礼拜 大家疯狂在 抢要申购 原本00940 原本只预期要 大概收个700亿 没想到竟然 蹦出了1700亿 比原本预期要申购的量 整整多出1.5倍 我上个礼拜在申购前 林海燕就一直挡你们了 有没有 我认识说起来讲 不好做弄大事 不要做傻事 涨到2万点了 才来募集资金 尤其锁定的成分股 全部都是涨到天花板的股票 这个到底存着什么居心 对不对 会不会是准备 左手卖右手 我话讲得很白啊 全市场没有一个老师 像我这样讲的 很多人都想说 我们可以来分一杯羹 既然募了那么多钱 他们要买的股票 我们跟着一起买 搭他们便车 刚好就干单 结果最后被活埋了 你看连续几天 投信买什么 外资就卖什么 对 不够准 你一档 一档一档去看 只要投信买 外资就卖 只要投信买 外资就卖 这个准确率已经快到100%了 今天加权指数最后涨29点 你看00940的前十大成分股 长龙跌了3% 联电跌了1.6% 中美金跌了3.6% 神准跌了3% 汉唐跌7% 群光跌6% 瑞宇跌4% 联发科跌15块钱 星象跌3% 星浦跌3% 不是今天跌 已经连跌3天了 嗯 那这些叫人挂股材去啊 对 林的宴挡都挡不住 很多事情 不是你们所看到报纸媒体 所形容的那个样子 你的专业经验不够的话 真的叫人挂股材 你说在2万点你要募基金 也没问题 你找一些还没涨的股票嘛 对 找一些还没涨的底部股 红海也不错啊 红海价格也很低啊 台拔店也可以啊 光宝科也可以啊 都是在底部的啊 结果没有 全部都锁定那些 涨到天花板的股票 那到底存在什么居心 你不够专业的话 你怎么会看得懂呢 那该阻止你的 该挡你的 我尽力啦 其他老师还在那边 话则添足 鼓吹大家赶快买那些 这些夹股票 抬抬来要怎么 还没上市 ETF还没上市 成分股已经暴跌了 其他老师现在也不敢讲了 闯了货啦 闯货之后就不敢讲了嘛 对 赶快再改讲其他 大涨的股票啦 都是这样 所以该提醒你们的 该阻止你们的 该告诉你的 林合院在节目里面 都会提醒你 都会告诉你 所以这都别买不听 优质节目一个两个 就够了 甚至你只听林合院节目 也可以啊 是不是 我是一直跟大家讲 股票投资是咕咕痠痠痠的事情 那间台大电 多少钱啊 哇是 365 对 365 台大电从380 跌到276的时候 林合院就一直跟大家提醒了 AI概念股 极少数还没涨的 AI概念股极少数还没涨的 尤其产品又是全球第一大供应商 很多人都知道我在讲台大电 你有买吗 你随便276 280 285 290 好不好 今天365了 今天365块 上买底部是不是又成功了 是 因为又成功了 那台大电大涨之后 光宝科也跟着上来了 光宝科也是打了六个月的大底 有啦 今天光宝科跌 那跌了你有没有赶紧 你有赶紧了吗 你有没有趁跌的时候 因为台大电跟光宝科 一样都是全球 电源供应的前两大厂 台大电一涨 光宝科就会跟着动 今天台大电大涨 光宝科反而蹲下来 对 连续两天大涨之后 今天蹲下来 前两天 法人还在继续加码 那法人在加码 趁蹲下来的时候 你有赶紧了吗 我今天有通知会员 118元附近都Q 收盘在121.5 是 人都是这样 看到大涨就忍不住想要跳进去 那看到跌 反而 手就挠下来 不敢伸手下去捡便宜 那要点多拜 涨高不追 压低就买 压低才有什么 压低才有便宜货可以捡 我们就要收个汤区 你看我昨天 我就跟大家讲过 昨天我买了一档 买一支新的钩票 是 净值91块 股价才三十几块钱而已 这种股票 跌无可跌 账上一股都91块钱了 怎么会股价只有三十几块钱呢 可见这种股票是完全零风险 可是一旦让它一发动 要涨个三成五成很快 我们脏三十四块三百块钱 今天起来三十五百块钱 4.5% 这样就4.5%啦 是 这种低价股涨个一块多 就四百五百去啦 那账买就对了嘛 对 早中底部安全的 加权指数在那两万点 高不高 当然高啊 有史以来 我在股票市场三十几年了 也第一次看到两万点 也从来没有想过会来两万点 对 那来都来了 很多股票涨高 你要有危机意识嘛 起管就不要去堆啊 我们找处的股票 尤其基本人没败 我们又堆会面路求嘛 这样才会滚滚滚滚 行情 大盘只是一个方向 类股跟个股一直在轮动 一直在轮动 一直在轮动 起管的 人家主力法人就会走 那钱收回来 就会再去买那些底部的股票 你看技嘉这一次 从220涨到390 220谁在买 嗯 老师 我的父母啊 起了三百几块 哇 全部市场老师都进来了 每个人讲的天花乱坠 我就跟大家提醒了啊 三百几块的技嘉 不要再买了 不要再买了 要抬起来很近的 要买 220你就该跟我一起买了嘛 对 我在讲的时候你们不敢买 因为 全市场说我在讲而已 其他没有老师敢讲 有些老师说 啊这是空头的股票 三百几块 流到存220块 空头的股票 那你认为是空头我来买啊 就涨到300多块钱 所有老师都说 嗯 开始走多头了 啊 跳下去啊 390 一路跌到剩下287 有啦 技嘉间是涨啊 因为都跌那么深了 对不对 是 395 跌到287 跌得还不够深吗 那跌深板摊也都正常的啊 那在300多块的时候 其他老师在鼓吹技嘉 林和彦我们一直在阻止你 5啊 对不对 我的分析经常都是跟其他老师不一样的 事后你会发现 啊怎么都林和彦丢啊 是 林和彦从来不一窝蜂啊 随着市场一窝蜂 什么东西才会一窝蜂 蜜蜂一窝蜂 对不对 蜂蜂一窝蜂 对 蜂子老虎都是孤独的 嗯 哈哈 有本事的人都是孤独的啦 没有本事的人才会一窝蜂啦 所以林和彦的分析经常都跟别人不一样 刚听的时候 刹那之间你会觉得 奇怪 人家每个老师都这样说 林和彦怎么说不一样 你会怀疑 事后你会见证 林和彦的专业 真的是不同啊 真的是与众不同啊 所以你要为什么说市场真正能够赚钱的人是少数 八成人都是输钱的 原因就在这里嘛 因为八成人都是一窝蜂嘛 只有少数看得懂的人 能够做出正确的判断 从底部下去买 涨高 要会卖 那企团你会想买啦 我昨天送给 连续两天送给大家一只股票嘛 对不对 是 既股票上完了 昨天跌今天也跌 跌很好啊 我们趁跌的时候 今天也叫会员下去买啊 行情不是看涨跌 懂吗 你要看什么 你要看价值嘛 涨跌只是交易的过程 股价波动的过程 实际上你的盈亏 你的未来 是否能够获利 是建立在价值身上嘛 如果它的价值够高 股价太便宜 未来它就会有涨的机会嘛 那我送给大家这一只股票 去年EPS 接近七块钱 获利创历史新高 股价本益比才十倍而已 人家其他股票 点足够耶 本益比都已经 二十倍三十倍 五十倍六十倍都有 然后它获利还创历史新高 北比才十倍而已 加上打了四个月的底 这种股票 有苦力让你求小孩 你要试货 懂吗 你要试货 难得蹲下来让你减 你知道法人 这两天蹲下来的时候 法人还持续在加码中 那法人都在买这种便宜货 赚大钱的便宜货 你有楼欲吗 这两天有打电话进来索取资料的 你们趁蹲下来赶快下去买 你还没求 到时候行情 又开始发动的时候 你就油又没油了 你又错过了 还有好几档底部的股票 我也没办法 我也没好人说 每个人都来说 我手中还准备了四档五档 有高价的 有中价的 有低价的 都是去年赚大钱 都还没去的股票 有打底四个月的 有打底六个月的 获利都创历史新高的 我也没求啊 因为我在等最好的时间 跟最好的价位 价位来 我就会带会员进场 那其实你也不用买那么多 你要说落水三千 取一飘饮 雨下的再大 一杯水就能够解你的壳 对不对 股票再多 一档两档就够你贪了 所以好的标的 一档两档 对的标的 一档两档有够了 可是要记得 掌握底部的买点 不要等到 黄金已经涨到半天高 你才要去堆下去 这样就探不钱了 探不钱没打紧 要去用挂菇材 被人家割酒餐 就不好了 搬来跟你一起做 一档一个便当而已 舍得花小钱 我们一起来合作 我用最正确的投资概念 带你买底部的股票 获利是长长久久的 探机是咕咕痒痒痒 认同我这种方法的 跟上你的脚步 好的谢谢老师 大盘指数只是方向 最重要是要选对股票 跟对老师 会涨的股票 只要有一到两档就够了 认同老师的操作 想要复制台达电 材料KY的成功模式 赶快跟着何彦老师 一起来上车布局 何彦老师一定会 待进待出 进一部内容 可以利用我们 稍后的工商服务资讯 嘿别走开 还有好听的广告 好的听众朋友 何彦老师坚持只做底部 既优其涨股 一定会待进待出 要再度恭喜何彦老师的会员 台达电波段大涨了32% 还有材料KY 波段也获利了47% 想要领先卡位再底部 一定要跟对老师 买对股票 认同老师的操作 赶快把握机会 跟着何彦老师 一起来上车布局 欢迎你利用我们 全新的特别优惠活动 跟上脚步 来电报名的电话是 02-239-23988 02-239-23988 越早加入越划算哦 02-239-23988 02-239-23988 指数在高档剧烈震荡 手中有任何持股的问题的话 也欢迎你加入 何彦老师的Lite账号 来做咨询 Lite at ID是 小老鼠PRO888 小老鼠PRO888 Telegram账号是 PRO5个8 持续回到节目当中 邀请陪伴大家的是 华信投顾的 林和彦老师 指数创新高 现阶段跟对老师 买对股票是非常关键的哦 接下来还有哪些个股 可以加以留意呢 请教一下老师 好的 今天最后是 小涨29点 整体行情间是 开高走低 尾盘又拉上来 升息半马 我知道 我能够体会 央行不得已的苦衷 是一定要做的事情 那比较令人觉得可惜的是 全世界的国家 已经开始要降息了 反而变成我们在升息 所以这种不得不为的事情 那当然我们自己 小心谨慎 顾好我们自己比较重要 起关的就不要再去堆了 我们赚底部的股票 昨天美国股市涨 第二天 费程报告题涨2.3% 比较多 那昨天美国还是有跌的股票 昨天苹果大跌4% 因为苹果被美国的司法部 起诉 反垄断的法令 所以苹果反而跌了4% 那昨天美国股市主要涨的公司 美超为涨8.3% 因为美超为要转战阵营 挂牌到S&P500 所以昨天是涨 那博通昨天涨5.6% 因为博通被 巴克莱 法人调高他的目标价 那美光涨了14% 这个昨天讲过了 因为财报发布 上一季原本亏损 那这季突然变赚钱 这三季去得多 那其他大家比较关心的 财达涨1% AMD涨0.5% 波动不大 最近美国AI的股票 普遍来说 还是跌得蛮重的 所以你在操作AI概念股的时候 要税理 去管理不要去堆啊 我们找底部的股票 你看台达电 380跌到270 只有林德源在讲而已啊 对不对 是 276 280 280 你敢去的 减你365块啊 会这样多少啊 上了0% 对哦 不就32%了 台达电一起来之后 光宝科六个月底部 已经完成了 那这个也就是机会嘛 这就是机会嘛 4763的材料KY 昨天大涨4% 今天跌2% 最近材料KY在做 区间的震荡 我们前一波做得很漂亮嘛 1260 跌到760 我们800块钱开始买 那涨上来 1085 1090卖掉 赚了38% 那压回来 809又买 950又卖 那最近这一个多礼拜 他就在底部这里 区间震荡 在这里区间震荡 是在换手 是在洗愁嘛 日线KD指标 已经黄金交叉了 几个人家Q 几个人爱Q 想操作的 资金不会够的 林德源带着你做 那我们昨天买了一档个股 是 净值91块钱 股价只有30几块而已 我们仅34块半月 今天起来35块半月 你看这样是不是又4%了 所以跟林德源一起 找底部的股票 股票我来找 请你来谈 一天一个便当 我们一起长期的合作 林德源的专业 我正确的投资方法 带着你 我们一起来股票市场 开创我们获利的未来 打打进来 好的 谢谢老师的重点观察 以及分析 做股票在底部买进 做波段 你才能够领先市场 认同老师的操作 赶快跟着何彦老师 一起来上车布局 赚大钱 股价还在底部的基优股 进一步内容 可以利用我们稍后的 工商服务资讯 时间的关系 节目就进行到这里 感谢华信投资的 林何彦老师 好 祝大家操作顺利 嘿 别走开 还有好听的广告 好的 听众朋友 指数高档剧烈震荡 选对股票是非常关键的 尤其是买点 更是最重要的 想要领先卡位在底部 复制台打电 还有材料KY的成功模式 赶快把握机会 跟着何彦老师 一起来上车布局 欢迎你利用我们 全新的特别业维会活动 跟上脚步 来电报名的电话是02 239 23988 02 239 23988 越早加入越划算哦 02 239 23988 02 239 23988 本公司以往直击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且与所推荐分析之 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23988 24988 24988 33788 37588 39088 なので 亚洲鸡船能量提升